你喜欢看恐怖漫画吗? 谁又是你最爱的漫画家呢? 日本的伊藤润二,谋徒英雄,古后新衣, 望月丰太郎,韩国的吴成黛,江草,朱东庚, 还有中国已经隐退的王小阳。 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位恐怖漫画家, 有一个以上大咖都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的作品能把虚构的鬼魅带进现实世界, 让纸片上的妖魔夺走活人的性命。 这就是2013年推出的悬疑恐怖电影《杀人漫画》。 美女漫画家江志云是韩国漫画界的星星红人。 如果十多年前,你在网上浏览过韩国的网门, 应该有见过那种在拖动的圈轴里塞入高峰被跳下的作品。 将作者的作品除去发售单行本, 也会有这种卷轴式的动态漫画。 另外,他还有个独特的习惯, 每张原稿都会用自己的心血做墨水签名, 然后再扫描送到出版社。 深夜,将作者将新作远程发送给主编许美书。 电脑开始接收文件后, 主编前去拿咖啡。 不知为何, 电脑上的漫画下载完毕后, 竟自动播放起来。 主编回到宫位间, 屏幕上的主人公赫然就是他本人。 再仔细一看, 主人公的行动与过往, 也和他过去一模一样。 1987年, 《少女时代》的主编在校门口收到男孩迭的牵纸和浪漫的氛围被沙哑的声音打断。 带着黑色面纱的母亲前来接许美书。 威风撩动沙脸, 母亲腐烂的面容, 吓到了周遭的人。 人们不仅排斥恐怖的母亲, 将她称作怪物, 还连带排几起美书。 美书恨透了现在的生活, 可她却将矛头直向生母, 将日记本里的全家福化得千疮百孔。 母亲无意间看到日记, 心灰绝望中上吊自杀。 美书本能地上前想要救下妈妈, 可回想起近来的遭遇, 她依然松手, 看着母亲死在刺激面前。 这件事本该只有王母和美书知情, 许主编火冒三丈, 打给江作者, 质问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 一瞬间, 所有照明熄灭, 窗帘自动和尚, 甚至出口也被封闭无法逃离。 整个办公室, 像逐渐闭合的血盆大口, 用黑暗吞没了许美书。 主编拿起美工刀, 却发现屏幕上的漫画, 竟预判了她的行为, 许主编咆哮着, 让捉弄她的人现身, 回过神来时, 握住美工刀的手, 以不由自主地刺向她的眼镜。 警员老李父子接受此案, 仔细一看, 老李分明就是顶楼里面的猪蛋塔嘛, 根据案发当晚的监控录像, 11点后, 办公室里便没有其他人出没, 也就是说现场只有死者一人, 初步推断是自杀, 老李原本打算把案子交给后辈, 按照自杀进行侦办, 可后被发现许美书的电脑上的漫画, 和他本人的死状完全一致, 那一刻, 老李嗅到了重案的诱人气息, 晚上, 将志云开车经过地方国道, 并路过一位白衣女孩, 刚一转身, 车尾后的女孩却顺移到车前, 志云萌踩刹车, 可前方却空无一人, 这时, 后方的白衣女孩走到车旁, 这个可爱的少女, 表示自己出门给妈妈买东西, 希望志云能再踏一城, 女孩名叫美正, 家住前面的杀猪场, 志云又问美正几岁了, 美正说她今年16岁了, 志云奇怪, 你看上去分明只有10岁呀, 小女孩天真无邪地回答道, 志云浓才刹车, 副家的女孩已经消失不见, 她冲下车, 四周空无一人, 不远处能看到屠宰场的招牌, 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从背后传来, 一只小手抓住志云, 志云冲回车头, 连戒指吊在地上也没注意到, 少女血淋淋的鬼影出现, 但随着雨刮漆摆动, 鬼影却被渐渐清除掉, 志云惊醒, 原来刚才只是噩梦, 昨晚她就在这个地方国道上睡着了, 但她并不记得有来过这里, 志云最近一直被噩梦困扰, 醒来便出现在陌生的场所, 有时候会有东西不翼而飞, 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条疤痕, 心理医生告诉志云, 她可能患上了爱丽丝后遗症, 这种疾病是困扰不少创作者的精神问题, 譬如爱丽丝梦游先进的作者, 刘伊斯卡罗尔就深受其困扰, 会分不清虚构作品和现实, 志云可能是因为最近熬夜赶搞太累了, 医生建议她放下工作,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我查了一下资料, AIWS确实是存在的, 但和电影中的描述有很大的区别, AIWS最早于1952年, 有一位美国医学家提出, 因此她和19世纪的刘伊斯卡罗尔并无关系, 这种病的患者会产生试错觉, 误判事物的大小和远近, 如同进入大人国或是小人国, 像是UP本人, 就偶尔会感觉眼前的人头变得像葡萄一样小, 这里应该是编剧为了方便叙事, 虚构的一种同名疾病, 法医解剖了许美叔的尸体, 确定是死于颈动脉大出血, 胸器上只有许美叔的指纹, 尸体上和松岸现场也确实没有外人的痕迹, 目前的证据说明, 许美叔应该死于自吻, 不过死者模仿漫画自残的行为, 实在是令人费解, 许美叔右眼被捅穿, 面部多出刀伤, 贴紧部的伤口明显是被捅进去, 与其说是完美的自杀, 不如说是完美的密室他杀, 劳理为了升职加薪, 决定加大力度调查此事, 他首先想到知云的漫画, 前面说过, 也和很多韩国网伴一样, 喜欢在卷轴里植入跳下, 这篇叫首饰人的漫画, 就把劳理吓得魂不附体, 英秀回来后, 劳理立刻样状正定, 并告诉英秀, 许美叔的案子已经行事历案, 英秀这下不乐意了, 下个月妻子就要临棚, 身为准爸爸, 他希望能在关键时刻陪在妻子身边, 知云在水床上休息, 扎中的风扇自动停转, 一阵门铃声把他吵醒, 来人竟然是许美叔, 知云问主编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 并准备把他迎进家门, 又是噩梦, 这一次, 劳理和英秀找上门来, 并告知许美叔自杀的消息, 知云说, 他认识的许美叔并没有自杀的动机, 劳理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目前来看, 最有嫌疑的就是知云, 当晚, 知云画完初稿, 第一个看稿的就是许美叔, 许美叔死前最后一通电话也打给了他, 并且将作者独自在家办公, 没有人能证明他在案发时的位置, 知云此前没有注意到许主编有打过电话, 他检查手机, 果然发现了一通语音留言, 许主编咆哮着问知云, 为什么知道他的秘密, 就像心理医生说的那样, 虚幻世界的壁垒已经开始崩塌, 他笔下的恐怖事件正在侵入现实, 知云猛地想到, 他已经发表的作品《首饰人》, 似乎就发生在当天晚上, 英秀也注意到了案情的异样, 虽然他不想错过即将出世的女儿, 但在老李的请求下, 他提供了一份最新调查发现的线索, 英秀在许美叔的家里找到一本日记, 里面记载的内容, 和江振允的漫画《黑色面纱》完全一致, 这时, 老李注意到路旁的大屏幕播放的新闻画面, 和首饰人的漫画完全一致, 甚至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也完全吻合, 于是立刻发动警力, 试图调查漫画中停尸房的位置, 首饰人赵先生接到了一通新的委托, 以双倍价钱让他处理一具被电死的遗体, 这种肥差, 老赵自然当然不让地答应了, 可徒弟却沉迷于平板电脑上的漫画, 还说当晚是奶奶的忌日, 老赵只好单独回殡仪馆完成工作, 对方初双倍价钱是有原因的, 死车引擎被高压电碳化, 皮都快扒拉下来了, 还是无法把一栋四肢, 老赵决定稍微休息一下, 端基酒瓶畅饮机口, 随后他发现土地的平板被落在包里, 老赵不会刀骨平板, 以为机器坏掉了, 并把平板丢到一旁, 停尸房的灯突然闪烁起来, 老赵心虚, 回头一看, 尸体竟然180度转体, 怒目远征地瞪着他, 老赵浑身惊出冷汗, 急忙用毛巾盖住死者的面部, 身后的平板自动解锁, 画面上正在播放之隐的漫画, 老赵看着画面里, 和自己完全一致的主人公, 回忆渐渐涌上心头, 俗话说, 酒病床前无孝子, 老赵家曾经也有过酒病在床的家人, 不过这位亲人并不是父母, 而是他的妻子, 每天照顾不能自离的老婆, 没有一天睡得聊完晚觉, 好不容易妻子过世, 被送去了停尸房, 可没想到, 妻子的眼睛竟然动了起来, 老赵急忙支开同时, 说是要亲自料理妻子的遗体, 然后一边把大米塞进嘴里, 一边用力捆扎尸体, 就这样, 糟糠之妻被他亲手活活勒死, 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过诡异, 老赵抓起包裹, 决定逃离停尸间, 他跌跌撞撞地退到教室旁, 却赶到死者冰冷干枯的手, 抓着衣服下摆, 盖着双目的毛巾也划了下来, 紧接着, 老赵过去勒死妻子时的回应, 回荡在停尸房里, 他抓起垂头, 想要找出是谁在捉弄他, 老赵挥舞垂头, 对着冷冻柜无能狂怒, 突然间, 停尸间的门自动合上, 老赵拍打着门板, 可门就算和空气固定在一起似的纹丝不动, 紧接着, 冷冻柜门集体涌出鲜血, 最理念的柜门敞开, 可柜子里分明空无一人, 老赵用打火机照明, 想要看镜里面有什么, 却被一股力量猛地拽了进去, 之隐把首饰人的漫画打印出来, 将不同的风景拼凑起来, 合成了一幅完整的街景, 其中出现了一辆公交车, 根据导航网站上提供的公交车路线以及街景图, 之隐对比确定了事发地点, 是在一间警局下属的医院, 同一时间, 老李也通过线报网, 罗志被电死的交尸就在医院里, 并跟着赶了过去, 老赵被锁在棱藏柜里, 他打开手机照明, 却看到脚边躺着一具木乃衣, 准确说, 是被老赵亲手勒死的王妻, 果实不像触手般伸向老赵, 将他紧紧缠住, 这时候再说对不起, 已经来不及了, 妻子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绝望与悲伤, 还好之隐及时赶到, 他用灭火器砸开停尸房门, 顺着声音找到最后一格, 在老赵窒息前把他救了出来, 可老赵眼中看不到知云, 只看得到王妻可怖的鬼魂, 他挥舞垂头自卫, 仆妇就想要逃走, 但肉体凡胎, 怎么敌得过地狱院里, 知云眼睁睁看着老赵把自己的脖子扭断, 当场咽起, 老李和英秀山山来迟, 立即逮捕了知云, 老李一口咬定知云就是真凶, 知云喊怨, 他并不认识老赵, 没有理由要杀害他, 那为什么他会知道老赵的秘密呢? 无奈之下, 知云坦承了秘密, 原来他的漫画全部都是抄袭别人的作品, 一年前, 知云的作品疯狂的历史大获成功, 被誉为恐怖漫画第一人, 甚至还和出版社签下了天价合约, 只是灵感枯竭的知云, 一直画不出相称的故事, 直到某天, 有人给他的邮箱发送了一些未公开的手稿, 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故事, 最终, 欲望战胜了梁星, 知云决定将这些作品据为己有, 并进行一比一的临摹复刻, 英秀搜查了江作者的别墅, 果然发现了他所说的原稿, 以前江知云声称, 会用血液来签名, 以证明作品的归属, 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彻底的谎言, 英秀注意到, 在原稿中还有一位双马尾的女孩, 目前的梁奇命案中, 并没有她的身影, 警方根据寄件人的IP地址, 锁定了大致方位, 英秀负责排查详细地址, 过程中, 英秀看着知云的另一篇漫画, 其中记录的, 竟然是英秀五年前的往事, 五年前的一个夜晚, 春风得意的英秀, 一边和女友聊着结婚的事, 一边心不在焉地开车, 突然, 汽车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英秀下车, 路上貌似并没有障碍物或是行人, 地上扔着一个塑料袋, 电信部门的工作人员打断了回忆, 通过排查, 他们已经确定发现人就住在附近的幸福小区, 不过幸福小区早已无人居住, 另外似乎有什么人刻意将小区的通讯电缆切断呢, 工作人员都拒绝给英秀引路, 因为据说那边闹鬼, 所谓的闹鬼, 其实是说社区里有个叫赵瑞贤的女孩, 五年前, 少女在墙壁上画了一位被货车碾压死的女孩, 不久后, 那位少女就真的死了, 人们都说瑞贤被鬼附身了, 把她视错不及的恶鬼, 瑞贤受不了霸凌欺辱, 一把火烧了住处, 随后便消失了无影无踪, 巧合的是, 瑞贤的父亲就是老赵, 更有趣的是, 原来江志云以前也住在幸福小区, 志云承认调查结果, 不过他很久没有见过瑞贤了, 那场大火也不是瑞贤放的, 五年前, 志云每天拼命作画, 向出版社递交厚厚的原稿, 可努力却换不来回报, 志云的希望不断落空, 他的作品也被批得体无完肤, 生活暗无天日, 看不到半点希望, 某天, 志云看到少女赵瑞贤在墙上作画, 一群少年不停推丧瑞贤, 志云赶走了坏孩子, 可怜的瑞贤扑倒在志云怀里好哭, 就这样, 两个同样不被世人接纳的女孩, 开始相濡隐沫的幸福生活, 每次瑞贤被鬼魂骚扰, 开始在地上作画时, 志云就把妹妹抱进怀里, 直到某天, 一位母亲的女儿被货车撞死, 恰好志云此前就划过被货车撵死的女孩, 女孩母亲认为是瑞贤把厄运带给女儿, 叫逍遥赶走志云和瑞贤, 否则就放火烧掉他们的居所, 愤怒的志云举刀割腕, 用鲜水捍卫了他们的家园, 之后, 两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可某天, 当志云的漫画被出版社录用时, 他们的家却被人纵火烧掉, 瑞贤也就此下落不明, 两人来到当年的住处, 在围栏后果然找到了一台电脑, 上面确实保存是瑞贤的画作, 画的内容是被护车撵死的少女, 也就是志云第一次搭救瑞贤时, 瑞贤在墙上画的那幅画, 这么看来, 瑞贤才是第一嫌疑人, 她的父亲老赵的惨死, 是否还有更多隐情呢? 志云坚持捍卫瑞贤的名誉, 毕竟她只是个画画的, 老李说, 你认为是鬼魂作祟, 我认为是人类犯案, 不管怎样, 所有受害人都是让瑞贤的话死掉的, 所以事情一定和她有关, 谈话期间, 餐厅外似乎有人在窥视二人, 用餐结束后, 志云突然收到瑞贤发来的短信, 约她在老地方见面, 老李看出志云神色慌张, 猜到瑞贤和她取得了联系, 她转身去买烟, 趁这个空档, 志云爬到驾驶室, 锁上车门, 发动油门扬长而去, 错愕的老李急忙打给警局, 让同事锁定志云的位置, 抵达小区后, 志云到处搜寻瑞贤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的, 却是瑞贤阴森骇人的面容, 原来刚才又是噩梦, 志云下车, 刚走进幸福小区, 就有什么东西急速向她袭来, 将她一棍子打晕, 老李赶到幸福小区, 只看到空车和志云的电话, 他给英秀拨去电话, 告诉他志云夺车逃逸, 并认定志云和瑞贤是共犯, 英秀托词说老婆正在产检, 不方便归队, 突然, 老李注意到英秀说了句不自然的话, 英秀正在陪老婆产检, 怎么会知道志云在饭店门口逃跑呢? 原来那个袭击志云的人就是英秀, 冒充瑞贤发送短信的也是他, 还记得故事开头, 志云在梦中梦到的那个白衣少女美珍吗? 六年前, 英秀开车分心, 不慎把白衣少女撵到车下, 当时英秀想过要救出少女, 可耳机听筒传来女友的声音, 岳父同意让他们结婚了, 他不能让车祸缴获了自己的美满前程, 于是英秀绝情地扔下少女, 驱车逃离了现场, 五年来, 这件事本该成为永远的秘密, 可那天他却在志云家看到美珍的肖像, 英秀把志云绑到屠宰场, 他认定志云和瑞贤串通起来, 要他输出瑞贤的所在, 志云一脸无故地回答说, 那次火灾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瑞贤, 既然问不到答案, 英秀决定杀人灭口, 他绝对不能让志云破坏自己的未来, 那份漫画绝对不能发表, 就在斧头要砸下时, 英秀听到美珍的求救声, 美珍的灵魂出现在屠宰场里, 灯光忽明忽暗, 白衣少女血淋淋的身影, 朝英秀扑了过来, 英秀对着空气开了三枪, 全部打空, 老李离开幸福小区, 突然听到仰珠场的方向传来三声枪响, 他急忙冲进去, 只见到倒地的志云, 英秀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并哭着向前辈求助, 老李让他放下枪, 英秀却说是美珍的鬼魂在控制他自杀, 还没等老李反应过来, 英秀就扣盾扳机, 倒在他的面前, 一有五年前的罪恶之夜, 好与倾盆而下, 警方赶到后, 老李拼命强调英秀并非自杀, 下个月就要当爸爸的男人, 怎么会自杀呢? 不过老李声称听到三声枪响, 可英秀的枪支里, 只射出了一发子弹, 案发现场还有太多未及之谜, 可长官为了保护下属, 决定让自杀结案, 毕竟按照案发现场的状况, 老李才是头号嫌犯, 看着英秀手机里的必超录像, 一项幽默的老李整天一泪洗面, 直到后背送来一副案发现场找到的诡异画像, 下面落款出写着美针, 正是英秀口中女鬼的名字, 一瞬间, 上被闪电批重班, 老李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 以前英秀就说过, 如果知云的漫画真能预测未来, 那说不定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老李赶紧翻出知云的出道作疯狂的历史, 里面果然记录着更多恐怖的事件, 屁股前面提到过的, 被货车碾死的女高中生, 精神科女院长, 在家中遇迟溺死, 以其负责和幸福小区谈判拆迁事项的朴律师上吊自杀, 老李紧急启程, 奔向知云的别墅, 与此同时, 知云正在销毁漫画原稿, 电脑上突然收到一封邮件, 这一次漫画的主角, 正是知云本人, 故事也终于为我们揭开了残酷的真面目, 五年前, 知云和瑞贤初次相识, 瑞贤告诉姐姐, 母亲去世后, 父亲老赵便抛弃了她, 说是看到她就会想到王妻, 还是和孩子的瑞贤被锁在灵堂里, 整日和母亲为伴, 那时起, 瑞贤突然听到母亲的亡魂向她倾诉遭遇, 亡者的声音是无法回避的, 只有把故事画出来, 那些声音才会逐渐消停, 知云抱住瑞贤, 表面上是要安慰她, 可实际上, 她却悄悄把稿纸递过去, 任瑞贤成为她的隐悟者, 知云将这些故事复刻成新稿件, 带去了出版社, 许主编说, 这些作品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并向知云确认是否是她的原创, 知云昧着良心点了点头, 带着好消息回到幸福社区, 却发现家中起火, 放火的不是别人, 正是瑞贤, 可知云并没有关心瑞贤有没有受伤, 她在乎的只有那对原稿, 瑞贤知道姐姐在利用自己, 剽戒她的作品来谋取利益, 这些画作一旦被发表, 主人公便会被冤婚索命, 知云哪里在乎这些, 她心里只想着飞黄腾达, 推散中, 瑞贤的指甲在知云手上留下一道划痕, 知云发疯似的将妹妹按道在地, 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主人的协议是最终的一切, 我没有呈现了, 我能不能阻挽, 我没有人当天, 你能不能阻挽, 我能阻挽得不过, 你能阻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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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阻挽。 你能阻挽, 你真是阻挽。 那些阻挽。 我真的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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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李赶到志愿家时 志愿已经逃走 他急忙赶往幸福小区 一路上 同事打来电话 告诉老李金恩的事实 根据检测报告 幸福小区的电脑上 只检测出了志愿的大量指纹 也就是说 赵月行早已死在那场火灾 一切都是志愿的自导自演 那个在幸福小区里画下原稿 借给志愿的 就是他本人 黑暗中 志愿仿佛看到流泪的瑞贤 一如当年那样纯洁美丽 志愿只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 瑞贤便原谅姐姐的过错 哪怕被姐姐利用剥夺 他依然是世界上 唯一真心对瑞贤好过的人 所以瑞贤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 不久后 志愿的第二本漫画故事大获成功 电视上 主持人询问志愿是否相信鬼魂 志愿笑着同龙地回答道 他不相信鬼神 他的作品只是把每个人心中罪恶的一面画了出来 在场的每一个人 谁心中又没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呢 时间回到那一晚 老李来到幸福小区 便立刻遭到志愿袭击 老李说 所有人都是你杀的对不对 只是现场被布置成了自杀的样子 志愿说 杀死受害人的 是他们的贪婪和欲望 就如同你做过的那样 镜头一转 老李突然注意到 墙上正画着他的故事 原来那一晚 英秀向老李求助 老李摘掉手枪 却不慎走火打死了英秀 为了自己的前途 他将现场围造成自杀的模样 开枪杀死英秀的 是前辈的不小心和贪婪 老李拼命否认 并将枪口对准吃鱼 就在扣动扳机前 英秀的灵魂出现 握住前辈的手 子弹对准前辈的太阳穴射出 志愿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紧随他身后的 是属不清的地狱恶鬼 杀人漫画的故事一直以来 都存在魔法和戏法梁中解读 相信魔法术的观众 会认为志愿继承了瑞贤的能力 给妹妹宽恕 并成为了地狱恶鬼 在人间带行复仇的提升 相信戏法术的观众 则认为一切都是志愿做的 电影叙事结合的叙事手法 其实很容易让观众迷糊 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传统的推理作品里 都有一个可信的侦探视角 但影片三位主角 志愿 英秀和老李都是凶手 尤其看上去非常可靠的老李 最后却对女主角挥舞屠刀 这就导致观众的信息 获取手段非常有限 不过杀人漫画并非本格推理作品 这个故事中 依然有大量细节 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得到解释 比如许美书和老赵的自杀现场 其实是有监控设备的 尤其是停尸房 许主编自杀时 现场也没有江志愿的质问 这两起案件 如果硬要说是志愿做的 电影又没有交代 他是如何欺骗摄像头 执行完美犯罪的 英秀被误杀的那一晚 按照电影给出的视角 英秀一开始确实 掏墙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既然他绑走了志愿 又怎么会突然畏罪自杀呢 另外江志愿 又是如何获取这么多人的私密信息 如果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这些都得不到解释 接下来 我会将两种假说结合起来 在承认超自然设定的前提下 尽量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答 入恋是老赵有一个 卧病在床的妻子 在经历五年的陪伴后 妻子一路陷入假死状态 就在处理遗体时 老赵发现妻子没死 于是动了邪念 将妻子活活勒死 在那以后 老赵每次看到女儿都会想到王妻 于是将小女儿和母亲的尸体 一起关在灵堂 也因此 一直聚集了大量亡魂的停尸间 让小女儿瑞贤有了通灵耳 王者们 会喋喋不休地向瑞贤倾诉冤屈 诅咒生者 这种声音很大概率 只有在瑞贤把事情传达到事件后才会消失 所以瑞贤开始不停画画 看到画作的人也会因此被诅咒 按照画中的情节死掉 2007年 韩国政府计划建设地铁 并将珍宁洞地区的幸福小区 列入拆迁规划 派出朴信律师前去谈判 结果朴信律师在家中上吊自杀 一位精神病院的女院长也在浴槽里自杀身亡 根据新闻报道 这位女士的女儿在六岁那年溺弊 所以院长内心一直承受巨大压力 根据后续的剧情不难推测 院长可能没有尽力搭救女儿 并且大概率她们住过幸福小区 所以才会被冤魂作祟 同样是2007年 一个好语音 英秀和女友商量求婚的事 并在路上不慎撞死了十岁的美征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 她选择逃跑 美征最终惨死在路上 2007年 志云开始向各大出版社拼命投稿 却频频遭到退货 这天 瑞贤预感到祸车年死女高中生的事件 并画在墙上 志云保护瑞贤免遭坏孩子的欺凌 但实际上 她是看中瑞贤的绘画能力 想要把她的作品聚为己有 毕竟志云在幸福小区住了这么久 也当了很久的旁观者 相处过程中 志云对瑞贤产生了姐妹情 但其中也混杂了私心 志云将偷来的稿件拿去应聘 得到举美术主编的认可 可回家后 志云却发现瑞贤放火烧了住家 她扑进火场救出了原稿 瑞贤极力阻止 结果被志云砸晕 志云掐住瑞贤的脖子 哭着说希望瑞贤的能力 转移到她的身上 火灾后 瑞贤消失 志云报纸原稿逃离 并声称没有见到瑞贤 至于瑞贤 大概率是被大火吞没 被烧成了祭粉 志云虽然利用了瑞贤 但也对这个妹妹有过真感情 她选择性遗忘了当初的罪恶记忆 四年后 疯狂的历史成功出版 并大获成功 但离开了瑞贤 志云画不出满意的星座 开始频繁陷入梦境 不断梦游到陌生的地方 所谓的陌生地方 其实就是梦游去了幸福小区 因为老赵本身是入恋师 将很多脏东西带回了小区 瑞贤和志云都只有在内里 才能获得特殊能力 至于为什么志云留在路上的戒指 会出现在地下室 这又是一个误解 夜里的路上看到美珍 只是志云做的噩梦 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的戒指就是落在地下室里了 这枚戒指 也是被用来遮掩 被瑞贤划破的伤口 而非志云被戒指控制了 接下来的故事重点 志云有没有亲自执行过犯罪 从动机角度来说 当然是成立的 志云从瑞贤手上获得第一批手稿 让他尝到了真实罪案 改变恐怖故事的天头 为了获得更多脚本 亲自去制造案件 这在巴西可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不过那起事件 是由一位媒体人策划 这个媒体人本身掌握了太多社会资源 志云出身贫寒 不可能有能力执行完美犯罪 骗过那么多摄像头 当然还有一个更无敌的说法 可以把所有的矛盾都吞掉 故事最后出现的封禁 也许说明 一切都是虚构的故事 不过这种说法 放到新爷的功夫上 会显得非常浪漫 拿来解释一部犯罪悬疑题材的电影 就是完全不负责任了 电影还有一个表述模糊的地方 杀人漫画的本质 到底是类似周圆那样预言未来 还是鬼魂们用漫画为介质 催眠了受害人 让他们按照画面 做出相同的行为呢 如果按照前者来理解 那瑞贤不让知云发表漫画的理由 就不成立 所以漫画的本质 应该还是传递诅咒 一开始的女高中生会死掉 就是因为瑞贤画在了外墙上 另外结局是 我们能看到三个鬼魂 在知云身边说话 其中一个男性 没有在影片中出现 如果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还请在评论区帮忙补充一下 杀人漫画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灵异要素 其实还是在传达 一个很古朴的道理 上要到头终有报 本质上是满足观众 希望反抗生活中不公待遇的期望 最后支援拷问各位观众的台词 相信不少人都会不屑于顾 但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 绝大部分人都会遭遇到霸凌现象 区别只在于被霸凌对象 是你本人还是他人 我以前就或多或少地提到过 我自己也遭到过霸凌 即便是这样 当我身边其他人被霸凌时 我也无法站出来为他们说公道话 有时候甚至还会加入其他小团体 攻击他的对话 所以现在有机会成为UP主 有一定声量后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 站出来维护受到不公待遇的群体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不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怪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